好了,我现在用示范的方法 示范一下怎样去帮助人的灵命 去用恩典推动 首先我们明白神的工作 从头到尾就是完整的工作 祂是创始成终的耶稣 祂怎样创始成终呢 这是我们现在示范一下 怎样去鼓励人 很多人是这样鼓励人的 你要祷告,你要祷告 你才有力量,你要读圣经 你要悔改,否则神要惩罚你 你要尊重神,你要侍奉神 这是吩咐吩咐,很多的吩咐 这样的话就是总是责任 责任其实给人压力的 但怎样用恩典呢 这是看到神的美善的周围 从头到尾 但我们其实很多人想到 他们信耶稣的时候 好像有一种吸引力 我自己在步道会信耶稣 当时真的很大的力量在里面 但我抗拒我不敢举手信主 但这个聚会的时候 这个力量很大很大 我不能抗拒我就举手 然后我就发觉这种很大的力量 望明在我里面好像见到有望这样 这种感觉 然后我信了耶稣之后 里面就改变了 这是神的周围 这是恩典的 神就提醒我犯罪的手 觉得很不舒服 我就告诉一个基督徒 我现在犯罪跟以前不同的 我很不舒服的 然后我有这个 生命之后 我就很关心周围的人 我就向他们传福音 向很多人传福音 然后我在传福音的时候 也有很多 有不同的抗拒 但我里面还需要 怎样继续去做 而且也细想 他们问的问题 我就细想 就回应他们 这是神不停的感动我 带领 然后我就某一个时候 我就开始想 教堂里面的人 是不是每个都真的信耶稣 真的信神是真实的 我就问他们 发觉他们都有些 不许真实的 相信的 所以我就 神就感动我 找一些时间来到教堂 然后跟他们沟通 然后玩了之后 又跟他们沟通 跟他们一起回家 然后在路上 然后才回家 这个神就感动我 然后神就给我这个意念 这么多人需要 我可以去帮助他们 这是我形容出来 神怎样感动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问他 你信耶稣 有没有发觉 有一种动力在你里面 提醒你 提醒你去 尊重神 去倾听神 离开罪 去帮助人 你有的时候 这是神做工啊 神做工就是 他很爱你 他看重你 他改变你的生命 然后你身负的时候 他就很喜悦了 他就给你更大的力量 更大的平安 喜乐 更大的恩赐 我发觉我传福音的时候 其实我小的时候 我说话很多时 是断断续续的 因为家人不看重我们 啊 谈话 沟通 都是他们说话 我们听的 但我 去到家常 我的说话 就很大的改变 这个就是神 给我这个恩赐 当我去 继续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为我开路 人来在 神在每个基督徒 生命中 都感动我们改变 当我们改变 他就给我力量 给我们力量 当我们去做的时候 他给我们更大的恩赐 更大的机会 更多的机会 机会去适奉神 当我们这样适奉 神就喜悦 就赏赐 走在神的路上 神就为我们开路 你想不想 你有没有留意到 神在里面工作 有没有留意 神感动你 有没有留意 神改变你 如果有的话 就是神帮助你啊 这么美好 那你愿不愿意 回应神啊 回应神 我用 刚才上我的手 他是用你要你要 我就用 就是当你回应神 当你 不是用你要回应神 当你回应神 神就很喜悦 他就因你喜乐 而恍惚 他就给你力量了 你有没有发觉 当你回应神 神就很喜悦 你就感受里面的平安 喜乐 这个就是神在鼓励你 提醒你 提升你 欣赏你 赏赐你 你的生命就被提升了 你想不想 这样的话 我就去 用恩典 鼓励他 然后如果 讲到罪的时候 我会这样说的 神有一个 奇变的计划了 但如果你犯罪的时候 你犯罪的时候 后果是怎么样呢 你就给魔鬼 留地步了 魔鬼就破坏 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就 整个生命就破坏 魔鬼就可以 偷窃你的生命了 但神本来有 非常美好的 好像一个物质 形容一个很大的物质 很美丽的物质 美丽的物质 为你预备了 但你犯罪的时候 你就用 允许魔鬼进来 透窃你的物质里面的东西 你的好东西都被魔鬼透窃了 那你知道神为你预备这么多的好东西 你愿不愿意保持神给你的恩赐 平安喜乐 基督徒的帮助 神给你的能力 聚会聪明 如果你信服神的话 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但如果犯罪 魔鬼就来透窃 你的生命就破坏了 你 你 就是你 好像你 如果你没有力量 你就说神啊 我没有力量 你帮助我了 神也喜悦了 只要你找神 去帮助你 我 我 软弱啊 你帮助我了 神就喜悦 刚才我就示范这个 怎样鼓励人 神在你生命中 怎样做共 怎么起办的计划 你跟从神 神就提升你的 我们讲的时候 尽量帮助人 感受这个感受 我们也感受 然后人就会 更容易感受 然后这个 罪 就让他看到 这个罪的破坏性 好像 神给你很多了 但魔鬼就透窃了 很多人 他们的情绪不好 人际关系不好 工作不好 读书不好 前途不好 婚姻不好 健康不好 什么都不好 因为魔鬼都透窃了 那你想不想这样 还是你想 让神的暗点 都停留在你生命中 整个生命被提升 不被魔鬼透窃 然后讲到这个情绪 我们不但是告诉人 你要处理情绪 我们就说 有没有留意 有情绪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不开心 就很烦恼 就令你没有力量 没有动力 睡眠不好 身体不好 那我们怎样处理了呢 当你处理的时候 神就欣赏你 你也可以享受 神的同在 你再没走 就有力量了 你就可以不被人影响 虽然周围的人不好 你还是有力量 处理的方法 处理的方法很重要 是有神的同在 常常在神的同在 神爱你的 神很想帮助你的 你依靠神 祂会帮助你的 然后改变思想 这个思想是什么呢 神有美好的恩典 发露就破坏这个计划 神有美好的恩典 地层就没有力量 神有极大的恩典 都是恩典 所以当有人伤害你的时候 你就说 我被他影响 我的生命就破坏了 所以我选择 不要吃这个垃圾 我要吃神的恩典 神爱我的 我放下这个垃圾 不放在心上 他说的话 只停留在空气 几秒 半秒钟 但我 如果我在神的平安 我就处理 我里面的不开心 他不能伤害我的 我有神中万世主 神必定祝福我的 我的生命可以提升的 我越 想着神的恩典 不需要被他影响 我就可以越有平安喜乐 我越在烦恼之中 就越破坏 当你开始处理 神爱我需要你 神就喜悦了 神就叫你力量 虽然可能你不能马上处理好 但你进步 一步一步的进步 神要帮助我 他骂我不要紧的 我不要放在心上 我靠神有喜乐有平安 这样的话 我们的喜乐就越来越大了 好了 我刚才讲了这三点 你就试试去操练 试试去操练 然后在里面 操练或者是跟人讨论 然后明天继续去 分享好不好 这是能够讲出怎样帮助人 处理情绪啊 怎样去发挥生命啊 尊重神啊 释封神啊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